受强陷雨影响,北京多地被淹,居住环境受到污染,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流行 近日,北京市房山区开展防疫消杀工作 水灾了以后,最关键的其中有一个问题,就是一个消杀问题 说白了,就是一个苍蝇和蚊子的问题 苍蚓和蚊子能够引起很多病霉的生物,引起很多病霉传染病 房山区青龙湖镇新开口村,位于大石河一拐角处 几天前河水倒灌,村子多处路段和房屋被淹 8月6号上午9时许,记者来到村子时 几名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防护装备,勾兑完消毒剂,准备进村消杀 消杀工作由街边展开,对于外环境,重点对河道周边、垃圾等进行消杀 工作人员还进入村民家中,对于受烟的室内地面、墙壁及物品逐一进行喷洒消毒 消杀的重点就是,首先是什么,首先是闻,就是闻壁自生地 就是垃圾堆啊,然后那个农村的那个猪圈猪舍啊 对,公厕呀,这一系列的,它都是容易造成闻壁自生的 再有一个刚才就说的那个灭壁,那这个自生地也一定要清理,就能够达到的灭壁 灭壁应的初步目的,咱们再加上那个消毒药和杀成药的那种防治 就是能够达到一定的作用,能够控制各种的那病没传染病的发生 起到这个灾后无大意的这个效果 李亚军提示,除了做好环境消杀,也要注意生活饮用水的维生安全 不喝生水,不喝来源不明或被污染的水,不用来源不明或者被污染的水洗漱 包括喝水,包括洗漱,包括洗澡,最好用烧开的水 你不然的话,比如说你喝生水,肯定消化到 你要是洗漱,同样也因你消化到承软病,对,没传多疾病 但是你要是洗澡的话,也因你平回平 目前,防山区疾控中心已经对辖区内超过52%的水进行检测 结果显示水质良好,另有一部分带道路抢通后会第一时间进行检测